是的 我们求主 祂的同在降临 祂的荣耀降下来 祝我将天敞口 祂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吻过赞叹你 你是荣耀军王 将天敞开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吻过赞叹你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我们赞叹你主耶稣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望过赞叹你 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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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 调点 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宝座前 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宝座前 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宝座前 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宝座前 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神就在这里 宝座前 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望过赞叹你 你是荣耀决王 天上地下 何以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 圣洁高养 荣耀毁于你 天上地下 再用恒例敬拜 Hallelujah 天上地下 何以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 圣洁高养 荣耀毁于你 天上地下 再用恒例敬拜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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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是配的敬拜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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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欢呼耶稣基督 圣洁高养 荣耀毁于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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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在世界上为我们做的 我们 我们 纪念你主耶稣 我们 感恩 我们 你领受 来自于你的救赎 你的爱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为我生命在世家上 你手 变伤 我的意志 你手心放 我的自由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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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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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以爱覆盖我 十字架 十字架 你把血为我留下 十字架 十字架 我的救赎的记号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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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永远的荣耀 耶稣 背负世家 为我 担当过犯 毫无 保留 为我 生命在世家上 你手 你手 变伤 我的意志 你手心放 我的自由释放 我的自由释放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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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以爱覆盖我 十字架 十字架 你把血为我留下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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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救赎的记号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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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永远的荣耀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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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以爱覆盖我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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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血为我留下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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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救赎的记号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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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永远的荣耀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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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靠耶穌寶雪 世子家 世子家 永世我的榮耀 我終醉都喜情節 為靠耶穌寶雪 世子家 世子家 耶穌依然覆蓋我 世子家 世子家 你寶雪為我留下 世子家 世子家 我的救贖的記號 世子家 世子家 是我永遠的榮耀 世子家 世子家 耶穌依然覆蓋我 世子家 世子家 你寶雪為我留下 世子家 世子家 我的救贖的記號 世子家 世子家 是我永遠的榮耀 世子家 世子家 我的救贖的記號 世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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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永遠的榮耀 世子家 世子家 是我永遠的榮耀 耶穌依然覆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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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世子家 你是我們得救贖的記號 我們求你同在 主耶穌 讓我們繼續 在你的同在裡敬拜你 慚慰你 主耶穌 將我 煙幕 聚焦與你 喔耶穌 將我 全心 來回應你的愛 放下 恐懼 我全忍 想賦予你 我忘 我敬拜你 祝我 可慕你 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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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盼望生命 使我更加靠近你 生命或全 永留寄入我心 当我敬拜你 当我敬拜你 将我烟雾 聚焦于你 噢耶稣 将我全心 来回应你的爱 放下恐惧 我却仍想赋予你 我望我尽 爱你 你 噢耶稣 我可母你同在 祝我可母你同在 你盼望生命 使我更加靠近你 生命或全 永留寄入我心 你祝我可母你同在 你盼望生命 使我更加靠近你 生命或全 生命或全 永留寄入我心 你 你盼望生命或全 我全心 我全心全意赞美 我全心全意赞美 我游我全与你 你从我心出我尽 我尽拜你 心深处我呼求你 全然相负你 向你唱出爱的旋律 毫无保留全然属于你 求我心深处我敬拜你 主唯有你 祝我可慕你同在 祝我可慕你同在 盼望生灵 使我更加靠近你 生命活泉 永留滴入我心 主唯有你同在 主唯有你同在 盼望生灵 使我更加靠近你 生命活泉 永留滴入我心 当我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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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球已经每每一位说过 谢谢你 主耶稣 盼望圣灵 是的圣灵你不是我们的盼望 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盼望 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 你是我们的帮助者 我们领受你 让我们沉浸在主的同在里 让主出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向主敞开 让圣灵来服侍我们 罗伦的事情 在主里 没有不可能可以完成的事 也对于主来说没有困难的事 他不能够解决 求你在我们生命里掌权 是的 主 谢谢你 主 谢谢你 主 谢谢你 主 你要向我们说话的我们都聆听 我们准备我们的心 还领受你今天向我们说的每一句 让我们冷上你圣灵的触摸 你的爱 还有你 要为我们带来的改变 让我们遇见你 主耶稣 更深的遇见你 更深的经历你 我们这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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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请坐 谢谢敬拜葬礼团 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各位早安 欢迎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某些情况当中 体验到 有时候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信靠神 可是有时候又很像半信半疑我 信中里面讲的黑妹 信心对我们来说 基督徒的生命是很重要 在亚哥书第一章里面讲到 如果我们求神的时候 我们心中半信半疑 信心动摇的话 我们不可能 期待会得到这个答案 会得到我们所求的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人叫做多玛 多玛我们相信 在咱们当初可能都还记得 多玛是谁 多玛有时候我们叫他 疑惑的多玛 因为他很多问题的 他不是很多问题 人不是很多问题 脑袋里面很多问题 他怎么样有很多问题呢 我们看 在多玛的不幸当中 在多玛的一切的 这些不幸当中 耶稣也一样能够 给他相遇 是什么意思 在不幸之中 我们还是跟耶稣相遇 这倒是很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 很像不大可能 你说你要信耶稣 你要信他 你才体验到他的同在 可是在不幸当中 我们也可以体验到 体验到神 以耶稣相遇 那我们看多玛这个人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一按福音第十一章 第十四到第十六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拉萨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 就欢喜 就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 往他那里去了 多玛又称为低屠玛 就对同座门徒的说 我们也去同他一起死吧 哇 好像很激烈 那句话 我也去和他同死吧 那个他是跟耶稣同死的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 拉萨路 拉萨路死了以后 耶稣去探访他的时候 把拉萨路从死里面复活 对不对 叫他复活起来 那么 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 哎呀欢喜咯 人死了还要欢喜 没搞错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了 换句话来说 多玛听到这一句话 他根本就不信死人可以复活 人死了还有做什么东西 耶稣还要去 我就跟着去了 可是他讲那句话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 不是说耶稣去死 就是说多玛说 多玛说每个人的生命人生的结局 都是死的 死了就 就没有了 就完了 人生就 结束了 没有复活的 多玛那么说是说 他说他不信人死可以复活 可是我们看见他的名字 这个多玛呢 在耶稣福音里面 几次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 上星期如果还记得 我们讲到多玛 多玛也是其中一个 跟西门彼得一起去捕鱼的 耶稣复活了以后 他就跟他一起去捕鱼了 那么他每次讲到多玛的时候 都会讲到又称为低土玛 为什么每次讲低土玛 那么有些版本的 有些译本的 就讲到是双 双胞胎 多玛 多玛的意思 多玛的意思 在西伯来文里面 就是双生 双胞的 那么低土玛呢 是 Didimus Didimus是一个希腊文 希腊文 这个低土玛是什么意思 双胞 可是在圣经里面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没有很明确的指明 多玛是有一个双胞兄弟 可是为什么他的名字 每次提到他就叫做双胞 所以他的名字呢 其实原名是犹大 可能是 多玛是名字给人家叫到来的 名字是 有时候我们的花名 成为我们的真名字 你的花名是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教官一个人的花名 一个朋友的花名 甚至一个家 家庭成员的花名 教官了以后 他真的名字我们忘记掉 我以为有个姑姑是这样子 她的兄长每次用花名叫她 那么有一次就问问我的叔叔 她说你的妹叫什么名字 她就讲出她的花名来 真的名字是什么 瞪什么 她想不出 自己的妹妹的名字 下次想不出 瞪什么笑 她想不出来 只是想到她的花名 所以多玛呢 是被叫成双胞胎 可是双胞胎是什么意思 她又不是双胞 为什么叫她 双生子 那么我们看 当时是犹太人 多玛是犹太人 这犹太人 讲到如果是 是犹太人的 有的犹太人背景的话 讲到双胞 双生子 你稍微我们 记得圣经里面 有在旧业里面 有听到双生子 双胞的 如果讲到双生子 你们想到谁 以少和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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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亚伯拉罕 他的儿子是以撒 以撒就生了双胞胎 叫做以少和雅各 那么以少和雅各 在他的母父里面 怀孕的时候 也在你们打架了 在你们打架 神说 在你的赌妇当中 有两个强国 有两个很强的 在这边 就争打架 就算出事的时候 两个也争处出 要做老大 所以以少就出来了 那雅各 出来的时候 他就要抓住他哥哥 不给他出 就抓着他的脚出来 哇 这倒是很新鲜 所以就抓着出来 所以讲到双生子 在当时的听众当中 听众当中是犹太人 他讲到双生子 就讲到了 我们的主辈 我们的辈主 我们的辈主是雅各 所以雅各 后来就改名 变成以色列 所以他们就很明白 雅各是跟他的 兄长是双胞胎 可是呢 就是竞争得很厉害 所以叫他名字 叫双生子 或者叫低图马 西伯来文 跟希腊文 两个语言 都是讲的他双生 为什么 在神的话语里面 有这种这样的启示 要给我们明白什么 就是说一个人里面 有两个在争战 一个人里面 有两个信念在争战 这两个信念是什么 一个是不信 一个是信 不信和信 可以在同个人的生命里面 同时出现 很像多玛这样 我跟他说 多玛其实他不相信 有人死 会复活 如果你不信 那个老师 你不信那个领袖 人死怎么复活 那你还跟他干什么 早就不跟他了 如果不信 就不跟他 可是他又信 他在不信当中又有信 他在信当中又有不信 很像双胞胎在里面打架 不信和信 为什么我讲他信 他还是忠心耿耿地跟着耶稣 你都不信他讲的东西 你还跟他干什么 那个就是多玛 他信他 他信人那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也去吧 你这样我们去就去了 去就是了 我信你一趟 他一生一世来跟随耶稣我 可是可以不信 他可以使人复活 各位姐姐姐们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很老实的 如果是面对自己的挣扎的问题的话 我们知道 人家问 你信吗 信 可是信中还有些不信 或者是你遇到某些情况 你觉得很绝望很绝望 没有盼望了的了 你已经放弃了的了 可是你还会找人为你祷告的 是不是 你找牧师来祷告 你找弟兄姐妹来为你祷告 如果你不信有盼望 为什么你找人祷告 可是这些事件是觉得很绝望 是没有出路了 没有盼望了 所以信中已经是放弃了 所以很多时候 人是活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信和不信之间的挣扎 所以多玛也不例外 他就是有抱着这些不信 所以我们讲到 形容多玛是疑惑 很像就是一句话形容不完 他 其实不是一句话形容 一句话形容不完 因为他的确还是跟的 耶稣的门徒当中 有不认耶稣的 有背叛耶稣的 多玛是不是其中一个 多玛是吗 他没有背叛他 多玛有吗 多玛有不认他吗 背叛他那个是犹大 出卖他那个是犹大 不认他那个 当众不认他那个是彼得 多玛你说他 怎么样不信他 他就是跟着耶稣 很奇怪这个人 各位姐妹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跟着耶稣 我们跟着耶稣 不信 可是信中呢 还是有些不信的 那一个层面 那么 那么我们讲到不信 不信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的回事 不信呢 其实呢 可能是非常呵护逻辑的 因为他不需要信心 不信呢 就是 你这边给我看 有 有上帝 你这边给我看 但耶稣是 的确是死了 复活了 你证明给我看 就是不信 才会这样 那么你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如果是不信 就会追求逻辑 单单是呵逻辑的 我才能够接受 我的脑袋 我的思想 我的思维 我的知识 不能够明白的 不呵我的脑袋 我自己那一关过不了 我自己那个逻辑的那一关呢 过不了的话呢 我就不信 那个就是不信 那个就是不信 比如说 一加一 等于 等于多少 二 你证明给我看 你不是拿了一个苹果 哪一个苹果 哪第二个苹果 我给你一个苹果 一 我再加一个苹果 你手中有多个苹果啊 两个 对啊 两个 哦 两个苹果 证明了吗 你信吗 一加一 信了 有证据了 需要信心吗 不需要信心啊 都看见了吗 都看见了 根本就不需要信心了 所以 不信呢 是很呵护逻辑的 因为 信心呢 要追求证据 是追求 要有追求 证据的 那么 在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那么形容信心 来我们一起来念 信 就是所望 就是所望之事的尸体 希望 盼望的 还没有看见的 你说 会有来的了 那个就是 信 是什么呢 未见之事的凭据 刚才我说一加一等于二 我可以这边给你看 我给你一个苹果 再加个苹果 两个苹果 你看到手中 一加一等于一等于二了 我看得见的 我看得见有凭据 有证据的 可是信的话 是一加一等于二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的 可是信心就是这样 信心呢 就是说 我所信的 虽然我看不见有凭据 可是呢 我就是相信 是真理 是真实 是真真的 那么 我们如果 如果 我们 我们没有见过一位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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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我们的神 那么我们找证据 那么 还有一样 一样东西呢 就是可以成为 我们信心的根据 就是神的话语 圣经 只要我们相信 上帝彰显自己 像我们自己 在他的话语当中 彰显出来的话 我们读他的话语的话 那么说 就够了 你讲一就一了 你讲二就二了 我信你 那个就是 信心 没有实际实体的凭据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教 都是凭信心 我们说 我们信耶稣 我们祷告 我们盼望 我们期待 我们都是凭信心 来期待 我们所信的 要有得到 有果效 那么耶稣 就是这样子 在他的生命里面 显现出 在他还没有进入到 他在大众的面前 做神的事工的时候 他被试探 对不对 耶稣被魔鬼带到旷野去 在他还没有开始 他事工之前 就受到试探 魔鬼怎么样试探 魔鬼说 第一个试探 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 是吗 你证明给我看 你证明给我看 怎么样 怎么样 证明 你这个石头 你把它变成面包 我就讲你 撩咯 你撩咯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创造主的儿子 你搬赖咯 耶稣怎么说 耶稣怎么说 你不信是吗 好 我就证明给你看 石头变面包 有没有 没有啊 圣经里面没有讲到 耶稣就会证明 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可是是上帝的儿子 每个人都可以讲的嘛 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人 他说我是耶稣 他说 我哪一个耶稣 圣经那个耶稣 他说 怕你弄错 圣经那个耶稣 那么你信不信 你信吗 你为什么不信 为什么不信 不是耶稣 不是耶稣 你为什么你不信 耶稣在天堂 是吗 真的吗 因为照着神的话语 没有讲到耶稣会这样出现 照着神的话语 没讲到耶稣 那么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 他说 你是他上帝的儿子 你把他石头变成面面包 他说你不用试探我 耶稣讲什么 经上说 然后呢 他说 活着不是 乃斯康 神的话语 他为什么那么肯定 神的话语 跟他是神 神的儿子 有什么 有什么拉杠 有什么关系 因为在耶稣还没有被 圣灵 带领他进到旷野 给魔鬼使探之前 耶稣经过什么 耶稣受施洗 在约旦河出来 施洗出来的时候 圣灵领到他的身上 很像一只百个 对吗 领到他的身上 然后呢 第二件事情 是发生什么事情 在他被施洗的时候 在耶稣出来的时候 他听见有个声音 看不见人 听见有声音 这个声音说什么呢 这是我的 爱子 是我说 喜悦的够了 那句话 就是耶稣所说的 所谓的 经上说 经上说 人不是为着食物 面包而活着 乃是 因着神的话语而活着 所以神的话语而活着 是什么 耶稣亲自的体验到神 他看不见他 在那个经文里面 人家怎么看 有人讲话 没有人 可是听见声音 就是那一句话 什么话 神的话语 就足够了 所以耶稣说 我不用跟你去傻的 魔鬼 我不会跟你去傻 你叫我证明 我就证明给你看 我活着 是记在神的话语当中 你不能够接受 是你的失落 我说我是神的儿子 你不信 你私下看 所以耶稣在信念里面 赶鬼 他也没有奉耶稣的名 他自己叫那个鬼 那个鬼就出 对不对 他为什么是有权柄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有权柄 我证明给你看 我赶你出去 就是我证明给你看 所以各位兄姐妹 所以这个是信心 我们的一生一世 都是 我们生命的 我们活在这世上 我们都是要有信心 我看见你们很多人 坐在那个凳子上 翘起脚来的 是不是 翘起脚来的 还有些小孩的脚都放上来的 我说你们每个人都有信心 你们的信心是 你们对什么有信心 那个脚的凳子很有信心 你怎么知道它不会断 所以你一进来的时候 你看那凳子你就坐下来 我说这个是信心的表现 你还没有看见那凳子 如果你不相信这凳子会倒的话 那么你去我们的store room看 有好几张 那个脚歪了一边的了 可是你蛮有信心的 我们每个人生过这个世上 就是要有信心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见的 我们还没有正视的 我们不会说 你叫我坐下来 你正面给我看 这样凳子是可以坐得稳的 那么我坐上去 你看坐得稳的 你坐久一点看 你看看不会倒 你证明给我看 我在教会里面 我坐一个半小时的凳子 不会倒 我站在旁边看 是不是 没有啊 我们不需要 所以你们都是充满信心 所以人的生命里面 每天我们都无心中 都是要有信一些 信一些 可是偏偏的 渺小的事我们可以信 重大的事我们不信 所以不信 就是一种这样的 一次会这种这样的 给我们这种这样的 这个要求 他强求了什么 他说你一定要给我证明 因为不信 在不信说话的时候 不信和信 在我们生命里面 常常都会挣扎 常常都会斗争 那么 第二 不信呢 总是看到消极的一面 没有那么好的啦 第一 第一 我又不吃极啦 所以我不管他有多多么大 不信呢 总是有负面的一面 很像刚才 多玛说 好 这个拉萨路死了 你说要 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你去 我们去 我们去 可是我同意去死吧 都是有负面的 不信会使人讲话是有负面的 如果是我们听见有人讲话呢 无论讲什么呢 都是他说可思 有个可思在后面 就是有不信的 尤其是讲到神的话语 可思 很多可思的话 都是讲到 我们真的是每个人的 我们生命里面 还有这个不信的挣扎 可是不要紧喔 不要认为 不要认为羞耻喔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挣扎的喔 所以我说 我们的信心不能够说 我是充满信心的 可是我信心当中 可能也有不信的挣扎 多玛也是这样 你看喔 多玛虽然是充满这种这样的不信和信的挣扎 耶稣有没有契扎他 有没有遮备他 有没有 耶稣没有说 这么高兴这么贪 我神经都做了给你看 你还要什么东西 你什么都不信 没有啊 他没有那么多 他没有那么多 他还有充满的 充满的爱心 充满的忍耐 来去带领多玛 甚至于我们看 他甚至于做了一些神迹提示 使得多玛自己能够信耶稣 那耶稣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到第六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 多玛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科技发达 有个 凡是驾车的 都是有个很宝贵的软件 叫做Waze 有没有用过Waze 有吗 Google Map有吗 你们都很不错 你们不需要用Waze 我在亚比 我都要用Waze 用Waze这个软件是什么 你驾车的时候 不过我说 我现在我要去Sbangga 我要去Sbangga 路途很远 可是我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呢 是最快的 所以我就开那个Waze 那个Waze 开了它那个Waze 就是现在是这条路 他会通常跟我们说 是这条路这样跑 那么软件当中 还没有出发之前 我们可以按一看 可以给我们看见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会跟我们说 走这条路 可能我们心里面说 这条路很长 为什么Waze叫我走那么长的路呢 有时候Waze叫我们走 那个软件叫我们走那么长的路 是因为那里没有塞车 比较短的路会塞车 没有多少个人 开了Waze以后 你叫我跑我就跑了 通常是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按那个地图 看那个地图是怎么跑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当多玛说这番话的时候 他说我不知道你 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所以他其实是跟耶稣讨什么 他是讨讨人生的地图 你给我看那个地图 我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我今生今世会不会发达 我到时候 到时候 到时候 到时候会发达 到时候会做公公婆婆 会做爸爸妈妈公婆婆 都要知道 我会偿命吗 我活的会偿命吗 我的孩子会听话吗 这些都是要找个地图 凡是要找地图的 不是因为好奇 乃是因为不幸 乃是对人生里面感觉到 没有一个能够带领我的人 那么好比这个软件Waze 这个Waze是带领我们的 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根本就不知道 刚才我说的 从这里去Sbangka 有时候我也是用Waze 打开地图 看有没有塞车 没有塞车的话就跑了 塞得很厉害的 红线的 红点的 那么就坐在那里等下了 可是如果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一个完全我们没有到过的地方 那我们看见了 要去这个地方 我们开了Waze 我们会怎么样 他想往前跑 就往前跑了 他说Turn Right 我就Turn Right Turn Left 我就Turn Left 到了这个交通圈 跑第二条路我就跑了 我根本就不问 为什么 我完全相信他 我完全相信他 他会带我达到我的目的地 所以多玛说 你给我一个地图 耶稣反过来跟他说 我就是道路 你跟着我跑就没有错了 可是多玛说 哎呀怎么可以跟你跑 你又没有给我看地图 等下你带我去荷兰怎么办 我们人生有时候对神的态度也是这样 我们求 所以你给我一个地图好吗 人生的地图 我要知道我前面的路途应该是怎么跑 很多时候我曾经讲过 耶稣带领我们就是说 你来 当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 他有跟他说什么 我给你一个Plan 你像我们卖什么Plan这样子 你来看这个Plan 你投资五年 以后五十年就不愁愁吃的穿的 哇很不错哦 一个Plan 可是跟着耶稣就说 当耶稣叫他的门徒来的时候 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 他怎么说 当耶稣召他的门徒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你来 什么 我给你一个Plan 是吗 有吗 我给你一个Plan 你做十年工啊 你五十年你不用悠了 你服侍我十年的话 以后啊 你吃住没有问题了 是吗 有吗 他怎么说 只说一句话 你来跟随我 你跟我就是了 那个就是信心 不信不能够跟耶稣 信心才能够跟耶稣 不信会找地图 不信要知道 我们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信需要这个路线图 信仰呢 信心呢 只需要被引导 我们的信心只需要被引导罢了 有没有人带我去 就是那么简单 有时候我们很信一个人 他说哎呀这个你这样子去哦 就去去那个地方哦 你就知道那个 别人帮路口 你又转左又转右了 这个是 哇 这倒是很 至少是很 很 很清楚 有时候最方便的事情就是说 你驾车 我跟就是了 我跟就是了 可是我们要信那个人 我们才能够讲 你驾车我 他也是猛茶茶的话 你不宜叫他 带你去的 所以各位弟姐妹 在人 为什么信心那么重要 就是这样 耶稣的方式 耶稣带领我们的方式 就是 你不要问前面路途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你只要跟着我跑就是了 因为我是道路 我是生命 我是真理 我没有骗你的 你跟着来就是 在不幸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经历耶稣的大能 怎么样在不幸的时候呢 能够经历到耶稣的大能 一样福音第二十章 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九节 二十章二十四到第二十九节 那个耶稣复活了以后 来我们一起来读 那十二个门徒中 成为低徒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我却不信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你看这个疑惑的多马 甚至于他的同伴 其他的门徒跟他说 他们看见耶稣 他也不信 哇 那个不信多么深 有时候我们要分享见证 我们见证神是如何的伟大 我们分享见证神 人听了以后 他们可能还是有些人 还是不信 他们不信 他们需要些什么 他们需要一个 以耶稣相遇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的 我们是信心的成长 是最主要的这个关键呢 就是我们有没有体验到耶稣的同在 有没有跟耶稣相遇 有些人听了很多见证 看见很多神迹奇事 还是可以不信的哦 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位同学 他没有信耶稣 到了他听了神的福音 他接受耶稣 他接受耶稣呢 做了基督徒 六个月以后呢 他就跟我们说 他说我不要再做基督徒了 我说我们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一切的疑问 关于耶稣 关于基督教 关于信心的疑问 我全部都被解答了 我没有东西要问了 他说我就是不信 他说我好厉害哦 真的是没有遇到个人这样子 我真的是不相信 那么你真真真真有什么疑问 他说我真的是没有 如果你说现在呢 你叫我找个宗教来去跟我 一定是信基督教 他说 可是我信不下去 我心中就是 还有那些疑惑 我不知道 不要问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了 他也听见见证 那我们都很奇怪 我很多年来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 一个 一个 我那位朋友 会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 为什么他可以说 你有什么疑问 你问了 我跟你解答 他不能够 因为我没有问题 要问你 他也觉得很困扰 各位弟兄姐妹 我这位朋友缺乏的是什么 以耶稣相遇的经验 多玛不信和信当中的挣扎 他都是知道 他一定要遇见耶稣 耶稣也知道 他一定要遇见他 那么 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耶稣复活了的时候 那么 有人看见 有人跟 多玛说 我看见了主 我看见耶稣 真的是复活了 多玛就说 除非我看见他手上钉横 用指头伸入那钉横 用手探入他的臂旁 探出他身体里面去 探入他的臂旁当中 探出身体里面去 为什么 耶稣被钉施加的时候 是钉在手 有钉横 那么他的身体呢 是被 是被罗马兵士的 这个毛 这个毛枪 穿动了 有个 有个 有个洞 他说除非我的手指 放进里面去 我的手放里面去 我才相信他复活 那么 霸天了以后 霸天以后呢 那么耶稣呢 哇 这个才高招 门的关注的 他也没有敲门 耶稣也没有敲门 给他进来 他就 进来了 哇 这个好厉害 那么他们看见了 真是很怕了 他很怕了 那么耶稣看到他们很怕 是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 平安 平安 他说 你不要怕 愿你们平安 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呢 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他直接去跟多玛的时候 多玛 你的手指放进来 你的手 放进来 哇 这个多玛呢 才惊讶 他讲那番话的时候 耶稣再不在场 他不在场 对不对 他跟他的其他门徒说 你要我信他复活 除非我的手指放这边来啦 我的手放他的 他的 他的 被 被绑当中啦 他说 我才信啦 他讲这番话 耶稣不在场 可是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 就第一句话就跟他说 你现在你放咯 那 那个才是 他使他惊讶 耶稣你怎么知道 如果你不是神 你不是无所不在的神 你怎么会知道 肯定 他不单止是无所不在的神 他也是复活的主 所以多玛就说 我的主啊 我的神啊 我的主啊 我的神 耶稣看见 就 耶稣看见呢 就对他说 你要信 不要疑惑 刚才我说的 多玛 生命里面呢 就好比有一对双生子 信和不信 疑惑和信 那么耶稣说 双生子 你要变成信心之子 一个就好了 不要两个子在里面挣扎 然后耶稣继续对他说 你因为看见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就有福了 没有看见的 你和我没有看见信的 那个才是信心 看见的有凭据才信的 那个不是信心 那个是逻辑 没有看见 可是心里面明白 关键在哪里 以耶稣相遇 我在这里 今天早上跟大家 分享这些真理 希望大家呢 能够 能够呢 追求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追求什么 追求信心刚强对 可是追求什么 以耶稣相遇 让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 彰显出他的同在 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以我们相遇 那么如果是我真的是不信 又半信半疑 信心又很像 觉得很多挣扎 那么怎么办 各位兄弟姐妹 当我们呢 当我们呢 我们依然 仍然 信靠耶稣 我们仍然在抓住他 在我们不信当中呢 忠心恳恳的 他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比多麻将 他说 耶稣要去叫死人复活 我不信 跟着去咯 跟着去咯 我没有feeling 我没有感觉到 真的是 会相信死人会复活 跟着去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 多麻呢 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位门徒 他虽然是不信耶稣复活 到耶稣复活了以后 死了定死了复活了以后 他还去跟他们聚会的 你看 对不对 他跟门徒一起聚会 多麻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遇见了耶稣 当他跟他的门徒聚会的时候 当他和其他门徒聚会的时候 换句话来说 我们可能来到教会 感到没有什么感动 很多时候 我们这个教会没有感动 我们去变个教会 找到那间教会有感动 那间教会 我们就感动了 当然是 感谢主了 如果是一位基督徒 到了教会 能体验到与神同在 与耶稣的同在 那个真的是很感谢主了 可是 这是不是唯一的办法呢 当我们在我们的岗位当中 无论是我们生命的岗位也好 我们教会的岗位也好 我们人生的岗位也好 在我们追求 体验到 要追求 耶稣来到我们生命里面 来给我们一个神迹 给我们一个突破 我们就是找不到 比如说我们为国家祷告 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说 神会给我们福 福星 我们求告他的时候 他必定会听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祷告祷告 可是是没有变动我 没有改变我 怎么办 是不是放弃呢 不是 忠心耿耿抓着神的应许 抓着神的话语 继续地做下去 虽然是没有凭据 没有迹象 没有先造 就是这样追求下去 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 如果是一段关系当中 是搞得很僵 解决不了 不要放弃 照着上帝的话语 神赐给我们机会 能够 能够 能够聚气的 忠心的 站在我们原本的岗位 我们就站下去 神叫我们做什么东西的 神叫我们做东西 在那一件事情当中 可能做起来 是很闷的 抓住它 因为有一天 在你的忠心 刚守 忠心刚守你的岗位的时候 忠心守着你的岗位的时候 耶稣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 我记得我还在 我还小的时候 我在诸圣堂 崇拜 我是跟着课语堂的 那个时候 沙巴的教区 其实没有多少位牧师 因为当时的政府 就把那些 外来的宣教师 赶了出去 结果牧师只剩下 一位会读 一位牧师 三位一位牧师 整个教区 整个沙巴 就五位牧师 在主圣座堂的时候 我就星期天去参加崇拜 有一位牧师 他讲道 开始的时候很大声 过了五分钟 有时候我们要有信心 他就这样 越讲越小声 讲越小声的时候 那些听道的人 就很像似乎可以帮助到 就坐近点去这样子看 哪里听得到的 那时候我还是度小学 闷得不得了 又没有主人学的 又没有儿童崇拜的 就是在那里做 听着嗨的时候 你知道吗 在跟着这个崇拜的时候 是很好机会可以睡觉 很好睡咯 你睡觉 当时没有手机很闷 没有人好玩 玩游戏 上网 Facebook 所以就很闷的睡觉 结果呢 我在教堂崇拜 都睡了很多觉 不错啦 可是为什么还去 就是感觉到 肯定是有一些好的东西的啦 有没有得着 没有得着 每个星期就能去 那么后来就开始去参加 英文堂了 英文堂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 英文堂更加糟 七点半就开始 那时候七点钟 对不起 不是七点半 七点钟哦 七点钟的崇拜 你要多点起身 七点钟的崇拜 你要多点 五点啊 我六点半才起身 撒了牙就可以去了 去的那时候呢 真的是很眼睡 尤其是在那天晚上之前 看了半夜长 十一点钟半夜长 凌晨五一点钟才回到家 第二天六点半就要起身去教会 很大挣扎 当然是诸圣座堂很多人嘛 你坐在那里是你不可以乱乱睡觉的哦 你要找机会的哦 找什么机会 在诸圣餐的时候 诸圣餐的时候呢 诸圣堂呢 这个整套的经文完全读到完的哦 那么诸圣堂你们有去过哦 是跪在那里的嘛 对不对 但是我还小了 跪下去的话 那个头都看不见了 那么最好机会了 可是你睡觉你不可以这样子睡的哦 你不应该看见他不好意思嘛 你要这样子睡 我不是教你怎么睡觉啊 在教会里面啊 不过你们不能够啦 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们不能够这样子睡 这样子睡 这样子睡 太明显了 不行啦 你没有技巧了 我就有了 睡觉是要这样子睡 为什么 怕流口水嘛 那么很好睡的哦 他住圣餐的时候 你知道真正的睡 真正的睡 睡进教的哦 我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啊 就是这样成长 你说我没有感觉到圣灵充满啊 神的同在了 没有 不过就是感觉到 那么教会 教会在这里那么久 有教会的学校 那么多人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 肯定是有好的东西 可是找到了没有 找不到 就这样子去了 还有呢 我想的时候呢 去参加这个科语堂的时候呢 我最喜欢的 除了在这个 足圣餐的时候 还有一件事情 我很喜欢什么 唱诗歌 因为唱诗歌呢 你有机会开口讲话哦 你一开口唱歌的时候 就比较醒一点哦 我小的时候 甚至于呢 我站上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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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凳子去 站起来唱 很大声哦 唱 因为 那个时候我最喜欢 所以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 只是忠心耿耿的 跟着去跟着去做 到一天 体验到 圣灵的充满 到一天 体验到 圣灵 把 我跟耶稣的相遇呢 造成我身边有个跟耶稣相的经验 即时来的 怎么样来的 有没有准备工作 不知道 就是因为 忠心 严守 我们的岗位 神叫你现在做什么 你做的很闷嘛 不要放弃 继续地做下去 继续地做下去 我是 沙巴州哦 第一年考SPM的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我 年长一年的 他们的书本完全是英文本 我的书本呢 完全是马来文 而且翻译得很差的那种 所以我是 现在 现在还是很差 没有了 这个很差的 所以我上 我上到诸圣学校的时候 Form 1 初一的时候 那么 就去 诸圣学校嘛 要读圣经班的 圣经班是什么时候读的 星期一我记得 星期一下午 两点钟 星期一下午 两点钟 课室有冷气 还不要紧 诸圣学校的课室呢 没有冷气 连风扇都没有 两点钟上 圣经班 最好睡觉的时候 然后呢 去教会 这个学校的书 书摊里面买 买圣经 不是买英文圣经 是买阿基达 印尼圣经 第一次上 第一年 我们是第一代的 圣经班是上 国文的 国文老师是谁 是Pastor Margaret的爸爸 叫圣经的 圣经的很严 不过我又很奇怪 那时候我讲到 为什么他 他不会感觉到热 想睡觉的 他就读了 我们当然是一般年轻人 初一 哪里有心听 那眼睛开着就好了 那个眼睛 简直是那个 要关了 要关了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 就是这样 矮了下去 到了有一天 那么我们 这个 凡事不是回教徒的 都是要参加圣经班 那个是教会 学校所规定下来的 所以我们班上有很多是 非基督徒 所以讲到圣经的时候 就读读读 都是马拉基 马拉基 马拉基 是旧约里面最后的本书 马拉基 那么我的同学 没有信 也说 就笑得不得了 笑笑什么 原来圣经里面有 马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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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拉基 笑得不得了 你们不要到处想 是马拉基 因为 他是Margaret的 的爸爸 你睡觉了 你在课诗讲话 他都一直眼开 一直眼闭 一讲到 拿这个圣经的书本 来取笑他 他都大发雷震 他说你们要小心 这个是神的话语 是有活力的 是有生命的 你今天 如果你不听 你生命里面出的问题了 你记得今天 你做了什么事情 哇 吓了我们一跳 他恐吓我们 不吓了一跳 我还记得 他教什么东西 完全忘记 他讲那句话 我今天还记得 神的话语 你不要拿来开玩笑 他说 以后你生命里面 你不信他 你不听众他 出了问题 今天你说 你做了决定 哇 完全很严肃 那么我就是读这样子 出一出出三 哎呀 读得闷得要命 有什么好处 就是读了 就是上课了 结果我上 我念完了中学了以后 大学 先修班了以后 就是做堂的 做堂长当时是杨枕华 做堂长是杨枕华 会读了 他就叫我进去 做堂 做同工了 我做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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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是蔡兴师会读 蔡兴师会读呢 是在中国出世的会读 不会讲马来话 要进到那一路去服侍的时候 他说Karen 你跟我来 好啊 我跟你去 去做什么 做他的翻译员 各位弟姐妹 我一世呢 我没有去过 参加过一个马来文教会 我没有朋友 跟基督徒的朋友 是跟我用马来文来沟通的 他叫我去很爽 那时候我19岁了 很开心 好爽 那时候去那种 去这种地方 乌鲁乌鲁的地方 不是坐车的 坐船的 哇 不错 去到那里 他讲第一场道 我不忘记他在什么地方 讲第一场道 你来跟我翻译 他一开始讲道的时候 我翻译马来文 我一开口讲的时候 哇 怎么那么流利的 除了圣灵 还有什么 我在哪里睡 哪里睡到来的 阿奥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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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阿奥基达 是在那个 又热 又没有风扇 又没有冷气 的 诸圣中学的课室当中 两点钟下午 在半醒半睡半醒之下 所领受到的 在最闷最闷的时候 上帝造就了 我所谓的忠心 不是说我们很 对于忠心 就是说 尽手岗位 你有机会 就是尽手岗位 坐下去 就是坐下去 不要看左 不要看右 不要看别人 不要 不要找这个爽 那个爽 近时近日的很多年轻人 就是这样子 不但是年轻人 对不起 在年轻人 我不是只是讲年轻人 近时近日的很多基督徒 都是这样子 我们寻求很快的 这个成绩果效 祷告了一两个星期 没有果效 我们就放弃 做了一两个星期 没有果效 我们就放弃了 是个别的 可是圣经里面的 这个真理就是这样 所以多马呢 你看他 他不信 他是忠心的 他是跟着去 就是 虽然不是说一百%信 他那么多个 三四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了 他还有挣扎的 你和我有挣扎的话 不要放弃 第二 你和我有挣扎的 信心有挣扎的话 不要气累 因为耶稣没有气劫我们 耶稣还追着他去 特别为他做一个神迹 那个门这样子 进来了 就是要在他的生命 建立起他的信心 多马 与耶稣相遇了后 他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变了一个人 愿意把生命摆下来 来去传福音的 在西马 在西马 我们都有这个教会 在这里就没有了 在这个教会 叫做马多马教会 马多马 马多马教会 是 起发点是哪里 是在印度的南部 我有几位朋友 是马多马 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问他 你的教会的起源是什么 你进去吧 起源是什么 他说起源是因为多马 到印度去传福音 多马到印度去 所以我看他们的教会 他们是很像那些 很古老的教会 很古老的教会 为什么会有一间教会 因为多马被改变了 什么东西改变他 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 当他以耶稣在信心上相遇的时候 他的人生改变了 当他说那句话 我的主啊 我的神 他将的生命 完全摆在他手中 一个半信半疑 一个信心和疑惑 在征战的一位多马 耶稣也没有放弃他 你的信心有挣扎吗 你的身边的人有信心的挣扎吗 今天我们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 好吗 让耶稣给我们一个相语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认可 我们认可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信 可是我们生命里面 很常都是有疑惑 我们要信 可是我们的疑惑 我们的不信 在我们生命里面 在我们心灵当中挣扎 主啊 今天我们要做出一个决定 我们要来到祢面前 我们要跟你说 主啊 我信 求祢帮助我 在我不信当中 也能够信祢 今天我们要在祢面宣告 我们要说 耶稣你是主 耶稣我信 你是真身 公子姐妹 有一位姐妹 在她的分享当中 她说她也是一位 年轻的女孩的时候 她去教会 她听见耶稣 可是她心中很难信 她在问一位牧师 她说我怎么样可以 把从这不信当中 跑出来 真的是我不能够 克服这个不信 可是我知道我需要耶稣 那倒是一个很矛盾的挣扎 那我这位牧师跟他说 当你每次来领受圣餐的时候 圣餐代表着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为我们做出的牺牲 做出的宿罪祭 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 代表着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 基督信仰的磐石 我们领受的时候 我们心中说出 口中也可以说出 我信 她说她就是这样 做了一段时候 每次领圣餐 心中没有感应 没有感受的我 可是就口中宣告 我信 她说到了一天 我不单止在主日领圣餐的时候 才能够说出我信 我每一天的生命 都能够活在那信心当中 因为我宣告 我说出我信 今天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说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 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 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 赐我宝贵极大能力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得胜君王 我相信你耶稣 我向你宣告 我口中承认 我心中的挣扎 我不让不信 来掌控我口头说的 来掌管我口中说出的话 来掌管我脑袋里面的意念和思念 我说我信 我相信 天父创造世界 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 我相信 神灵住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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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给我 宝贵极大能力 我相信 天父创造世界 我相信 神灵住在我心 我相信 神灵住在我心 赐给我 宝贵极大能力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君王 我敬拜 告知耶稣基督的名 照顾万民主上的主 那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宣告 我相信 我相信 天赋创造世界 我相信 耶稣是力复活 我相信 神灵主在我心 赐给我 道贵几大能力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君王 我敬拜 我相信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君王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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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万喜要归伴 万口承认 耶稣基督 世界的处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圣君王 我敬拜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照顾我名字上的你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圣君王 我敬拜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照顾我名字上的你 主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把生命里面一切的不幸 都向你敞开 我们都认了 主啊 求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幸的部位 给我们一个 以耶稣相遇的经验 以耶稣相遇的经历 主啊 我们生命里面 有那些在信和不信之间挣扎的 我们都把他们摆在你的面前 求你自己亲自来出谋 求你自己亲自来向他们彰显 主啊 你是一位永活的真神 你是一位复活的主 你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主宰 我们今天说我们信 不是因为我们 口不对心而说出来 乃是我们做出一个决定 我们要以你相遇 给我们一个 改变我们生命的 以耶稣相遇的经验